三女老师 三女老师 欢迎来到音乐人的节目 教你所有的节拍 欢迎收看三女老师 不不不 三女好节拍 好节拍 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三宁 三女老师 老师好 忘了跟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的节目 节拍来宾 大家好我是广仲 其实我知道能上老师 这个节目我是非常兴奋 因为我知道老师的访问 都会问到重点 问到精髓 我已经准备好 接受你的提问了 三女老师 冲着我来吧 三女老师 谢谢广仲 那么三女老师 现在就来问你问题了 大家知道 三女老师是这一次 金曲三十的平成主席 那么有个问题想问你 嗯 你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问我 你问我吗 因为我今天没有特别准备 好啦 我就问了啦 老师 你身为这次金曲奖评审主席 为什么你自己也入围了 最佳单曲制作人 对 这样会不会有球员兼裁判的意思 对 老师 对 我说对 球员兼裁判 对 对 不是吧 三女老师跟大家开个小玩笑 其实老师呢 在入围记者会那天 就发了声明了 说官方都有回避的机制 也有非常清楚的规定 我们会做 最妥善公正的安排 那么老师在这边 也可以建议一下 《综艺大热门》 如果说 你们再拿不到金钟奖的话 老师这边给你个建议 好 憲哥 怎么样 立刻去当金钟奖主席 不成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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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聘 那老师 你觉得这次 金曲奖最大的遗珠是谁啊 是 其实最大的遗珠 告诉你 是陈汉典 喂 不是陆西派啊 我还有放歌词本呢 屁啦 陈汉典的歌比 海产的歌还难听耶 怎么会是他啊 海产是谁啊 就会个好朋友啊 其实呢 陈汉典这一次呢 她的歌曲呢 是有进入到 年度最佳歌曲的 最后一轮的 而且她的对手 就是茄子蛋的 那很强耶 很厉害了 所以呢 我呢 山尼老师刚好是那 那发生什么事 你没有投给她吗 不 我投给她了 因为呢 我原本问我说 山尼老师 你的决定是 我说我的决定 陈汉典先不要 后来 就没了 就不要了 这不太荒唐了吧 歌名曲错 好啦 说歌名了嘛 喂嘛 那老师我有最后一个问题 跟现场的朋友 跟网友一样的疑问 为什么这次金曲獎 没有老肖是不是 对啊 所以这个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很好奇 为什么没有肖静腾呢 其实呢 肖静腾这张专辑呢 做得非常的好 非常的不错 相当有入围的可能 只是呢 他上一届金曲獎主持得太好了 而这一届呢 是露露主持的 我们怕他在台上 如果肖静腾入围的话 露露看到他会紧张 一紧张 会毁坏了整个金曲獎的流程 所以所以这个关系 金曲獎的流畅度 我们就有看 不让肖静腾入围 所以广大的粉丝票啊 肖静腾没有入围 是个露露 好了 既然露露闯上这么大祸 我们就让大家来听听看 金曲二九的时候的年度歌曲 鱼仔给大家听 掌声欢迎 好嘞 好嘞 手机给他 谢谢大家收看 三里好杰 帮他演的下次见 他在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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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吗 谢谢各位 好嘞 好嘞 这个借力使力由食道力 打歌很好笑 有一些互动 搭配了咖 有没有 对啊 我刚 三里老师出来 我还以为是桃子姐 我还以为是LuLu 哎呀 原來你也像桃子姐啊 Sandy老師 來來來 從這 怎麼看這兩位的 我覺得他搭檔選得很好 而且重點就是 這個叫漸入佳境 倒吃甘蔗 後來這個從大根出來幫他幫很多 然後最後ending 我說怎麼前奏還要搞那麼久 果然在那個地方一刀砍下去 太漂亮了 這個劇本肯定是你們一起研究了吧 是 其實庚哥幫忙蠻多 因為我寫了三四本 三四本 他改了三四本 對 他改了三四本 跟他打架 跟我們一起討論 你還敢講 這是你的主席 但是他演得比較好 這個應該是這樣講 對海產來說 成功不必載你 對不對 但是其實現在我們看完了之後 應該是 成功不必載你 那看沒那麼 平常 你們有帶風向的 你們有帶風向 我們有帶風向 我們有帶風向 有的時候 有這個表演 我要出個遠門 女朋友麻煩照顧一下 照顧照顧就變成了 人家的朋友 對 所以說 如果要投票的話 真的是投給三尼好節拍 三尼 好幾拍 三尼 好喜歡這個節目 我那句出來 還有報點 有報點 有報點 這個就放在心裡面 也要我們的衣食婦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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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嗎